《折执》 《折执》 折执!折执!折执! 你...你有什麼事嗎? 我要說的是 你千萬別生氣 不會不會 我是專業畫師 委託人說什麼我都不會生氣的 我又有了一個新想法 所以想再改一變化 現在... 您...您有寫好需求嗎? 沒有 那...交稿時間... 還是今天 不變 可是... 一般需求要提前一招 什麼? 就是...提前 提前什麼? 就是...就是...提... 寫吧 你想怎麼改? 很簡單的 這張畫畫的是我兒時的村莊 所以我想讓它再生活化一點 啊...這樣嗎? 呃...不是場景的問題 人更生動一點 啊...這樣 啊...不不不 再誇張一些 這樣... 你... 明白 那時候 村裡傍晚 又鳥鳥吹煙盛起 人們在路邊 一邊收起亮晒的衣服 一邊聊著八卦 大人追打著闖破的小孩 這一切看似混亂 但...其實很危險 啊...你有在聽嗎? 啊...有的有的 其實...我已經明白您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了 接下來...就交給我吧 哇...這是以前的村子 誒...這裡應該有個祠堂 那邊還有個房子 誒...不對...太大了 再小一點 那邊的樹再往左一點 不對不對...再往下一點 誒...對對對... 人再多一點 路再寬一點 風景再優美一點 再來點森林的氣息 別擔心 你們的以後 我會有任何意外的 嗯...我去... 定生... 打進進線 一起入畫吧 抓住新的路邊 紫雷...畫中意 對... 畫...不僅僅是紙上的形與色 更重要的是它帶給您的感受 這樣修改完的畫稿 您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 還是第一稿最好 哎呀... 不能趕回去的話 我還是換一個畫室 等等... 我... 還能趕... 是啊,我明天 對... 你為什麼都請了